随着中国的崛起 台海问题越来越引人注目 何时收回台湾 令祖国统一 成为了中国人 最割舍不下的情怀 即使早在建国前后 新中国曾有机会 以武力收复台湾 一举完成统一大业 为此中国甚至三次 向苏联求助 希望苏联能伸出援手 然而这三次请求 却无一例外的 都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对于解放军全体将士而言 1949年3月15号 是一个尤为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 新华社一篇名为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食品 横空出世 点燃了全军的热情 解放台湾的口号 第一次正式出现 盘旋回响于祖国上空 两个月后 中央下达命令 要求第三野战军 直接进入福建 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大陆与台湾虽直线距离不远 但两岸海峡相隔 需要渡海作战 令战争难度直线上升 但是毛主席果断做出决定 打 不仅要打 还要追着打 打到蒋介石无力还手 乖乖叫出台湾 毛主席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判断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 从兵法的角度而言 当时是攻打台湾的最好时期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 军队士气高涨 正处于蓬勃的上升期 对于任何一场战争而言 士气都是决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毛主席自己所说的那样 宜将胜勇追穷扣 毛主席相信 只要把握住机会 就能乘胜追击 拿下胜利 第二 就国际政治的角度而言 毛主席不愿台湾问题复杂化 毛主席明白 问题不会自行解决 只会越拖越复杂 一旦蒋介石在台湾站稳了脚跟 那么他势必会向美国求助 而美国也一定会答应蒋介石的请求 趁乱介入亚洲事务 以台湾为据点 安插自己的力量 毛主席告诉众人 如果不能以最快的速度 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发展到后期 问题就会演变为 中国与美国的斗争 到了那时 美国的阴霾便会笼罩在台湾上空 逐渐渗透 将我国的内政问题 国际化 综合质量电因素 毛主席毅然决定 要速速武统台湾 刻不容缓 然而 巧妇乃为五米之吹 纵然毛主席眼光毒辣 一眼便看透了问题的本质 但是 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摆在眼前 历经数年战乱 加之 中国大陆的海军与空军 仍处于建设的起步阶段 短时间内 无法形成规模 参与如此重要的战斗 深思熟虑后 毛主席将目光 转向了国力强盛的苏联 毛主席决定 要想尽一切办法 向苏联求助 毛主席一思路清晰 知道中国究竟 要从苏联那里 得到怎样的援助 答案非常明确 中国需要苏联的空军力量 让苏联同时提供 海军与空军援助 明显不现实 相比之下 苏联的海军力量 远弱于空军 而中国大陆的海军力量 则略强于空军 对台作战 海军与空军必然是主力 在此情况下 排列组合 便可以得到最优解 中国大陆海军 加上苏联空军 大陆夺取制海权 苏联掌握制空权 两者配合得当 便有可能解放台湾 于是 毛主席特意叮嘱 华东军区 加强训练海军 确保海军 随时处于最好的状态 只要一声令下 便可直接作战 前期工作安排妥当 毛主席便开始着手 联系苏联 前后 共与苏联商谈三次 发出了正式的求援申请 中国的第一次求援 发生在1949年开年 彼时 斯大林派遣米高扬 来到西百坡 毛主席高占援主 早在此时便预料到了 战局的后续发展 并明确表达了 中国的求助意愿 在这次谈话中 毛主席详细分析了 台海局势 得到了米高扬的极大认可 毛主席还不忘抓住 美苏争霸的痛点 阐明台湾地区 与美国的关系 警醒苏联 毛主席说 从表面上来看 国民党拒守台湾 与大陆老死不相往来 短时间内 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似乎可以暂时安定 但实际上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给蒋介石喘息的机会 就等同于给美国 扩大势力的机会 因此 对苏联的战略部署而言 台湾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尽管米高扬 对毛主席佩服的五体投地 和对于出兵援助一事 米高扬却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毛主席仍未气馁 经过商议 中共决定在1949年6月 派刘少奇秘密前往莫斯科 代表中国会见斯大林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 请求苏联给予援助 与上次的口头会谈不同 这一次为了表明诚意 中共做了详细的计划安排 首先 在时间上 中国明确告诉苏联 计划在1950年解放台湾 不会将战线无止境地拉长 消耗苏联的援助 其次 在援助内容上 中国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请求 那便是武器与人才 中国希望能够向苏联 购买一批先进的空中作战武器 同时希望苏联 能够给予一定的技术支持 用半年左右的时间 帮助中国培养出一批 素质过硬的空军人才 最后 在实战过程中 中国希望苏联不要袖手划官 而是在必要时刻出兵援助 帮助中国大陆控制台海局势 要知道 这一点尤为关键 毛主席已经有了预感 美国很有可能给蒋介石撑腰 想要制衡美国 便只能向另一个超级大国 寻求帮助 苏联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听完刘少奇的发言后 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前两点 愿意售卖武器 并派遣专家 前往中国培训 但是一谈到派兵支援的问题 斯大林便白起了脸色 果断拒绝中国 倘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谈不拢 那么这场援助 也就失去了意义 斯大林态度坚决 不愿意留下任何转环的余地 无奈之下 刘少奇只能无功而返 这一年的年底 毛主席亲自抢往摩斯科 在会见斯大林的当天 毛主席又一次明确表达了 中国的期盼 为了尽可能让苏联打消顾虑 毛主席甚至将援助内容 细化成了一件具体的事情 毛主席告诉斯大林 美国帮助台湾建立了海空军基地 为战争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因此希望苏联可以出动 志愿飞行人员与秘密舰队 侦查情况 与大陆海军领应外合 夺取台湾 但是斯大林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斯大林告诉毛主席 苏联自然愿意援助中国 但是仅限于向中国输送 参谋人员和教官 至于剩下的事情 则需要再商量 言下之意 苏联体了心 不会在台海战争中出手 苏联消极的态度 令中国失望不已 只能推翻过去的作战方针 从长计议 那么苏联为何会 如此坚定地拒绝中国呢 即使苏联之所以拒绝中国 主要涉及两点原因 而从这两点原因中 便可以看出 斯大林对国际局势的误判 一来 苏联决定派兵支援朝鲜 腾不出空余的兵力帮助中国 1949年前后 亚洲局势动荡 统一是中国与朝鲜共同的主题 中国想要统一台湾 朝鲜则希望统一朝鲜半岛 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 都将武统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 且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 但是苏联兵力有限 不可能同时帮助中朝两国 面对着这个二选一的困局 苏联最终选择了朝鲜 1950年1月 拒绝中国一个月后 斯大林便秘密支点金日成 赞同他想要利用武力 统一朝鲜半岛的主张 并决定动用苏联的国家力量 给予援助 紧接着 苏联与朝鲜达成协议 并向朝鲜运送了大量武器 同时派遣人手奔赴朝鲜 苏联选择朝鲜放弃中国 是因为斯大林在心中判定 朝鲜的战略地位高于中国 对苏联而言 朝鲜也好 中国也罢 都是苏联远东战略中的一部分 美国已经逐渐进入了亚洲 这意味着 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 受到了威胁 斯大林预判 苏联很快将失去 太平洋出海口与不动港 因此急需寻找新的港口 填补这一空白 思考再三 斯大林认为 只有南朝鲜的严翰港口 能够担此重任 比中国的旅顺港口更举一 而想要得到南朝鲜的港口 就必须促成朝鲜半岛的统一 二来 苏联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愿意与美国撕破脸 尽管美苏冷战激烈 但两国均在亚尔塔体系的 大框架下进行斗争 对彼此有一定的忌惮 美苏之间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 那便是要极力避免 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为此 美苏都倾向于给对方留一份薄面 不将事情做绝 而在台海问题上 美国已经挑明了 将权力支持蒋介石 倘若苏联在这时向中共提供火力援助 那等同于公开与美国作对 两国矛盾将瞬间计划 而这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 苏联即便给中国提供援助 也只能暗度陈仓 不给美国留下把柄 但是 这种程度的援助 远远不可能满足中国的需要 注定无法成功 由此看来 苏联拒绝帮助中国解放台湾 完全是一次彻底的战略误判 而这次误判 为亚洲局势带来了 尤为消极的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彻底介入亚洲 把控韩国 台海局势也变得更加复杂 但无论如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中国收复台湾 统一祖国的决心 永不会变